這裏就有個小小說就是這些望遠鏡 做這些望遠鏡原來是要動用這些資源和材料去做的 尤其是10米的望遠鏡 1.8米是多鏡式36塊的1.8米組成的一塊巨型鏡片 還有一些矯形技術用來矯正重力變形造成的修正 都是一些很高端的技術來的 我們遠觀看天文台的遠景 不看一看環境 很漂亮 這裏就是夏威夷 不過無納基山天文台的其中兩隻望遠鏡的資料 這兩架望遠鏡每架是10公尺 比剛才那兩個8.24米更加大 亦都是京偉宜 我們這個台價地平式亦都叫做京偉宜的座架 解像度十分之高 0.04 最高可以到達到最高 就是這兩座 亦都是多鏡式的設計 利用兩座望遠鏡同時觀測目標 利用干涉技術來提高它的解像度 好 這裏就是 以前的望遠鏡是一件過 這裏大家看到 所有的望遠鏡是一件過的 我們看到這個表 其實是一個挺好的資料 我們知道 望遠鏡 由 一支40吋葉海市天文台 一支折射鏡 最大的全世界當年做到今時今日 都是最大的 40吋口徑的折射望遠鏡 今時今日沒有折射望遠鏡 我超越它 因為已經是做到折射望遠鏡的口徑極限 再大就已經不可以用了 之後就是所有大望遠鏡 都是屬於反射式的 好了 這裏很誇張 大家都知道 這個40吋的比例 大家會知道 這裏所有都是一個 符合比例的 尺寸 這裏是一個網球場 籃球場 大家知道 最大這塊 2022年 計劃 玩了兩年 人在這裏 人在這裏 這裏是多鏡式 多鏡式 多鏡式也有分很多組合拼 這些多鏡合拼式是單鏡的 這裏 大家可以看到 天文望遠鏡的一些技術發展的歷程 好 我們終於轉到一個新的題目 看遠鏡看什麼 看一下 都怕有 благ 即是说,随时随地,我想看什么呢? 这些就最简单直接了 攜带方便,使用方便 但唯一不方便就是没有追踪 但这些通常低倍数,没有追踪都勉强可以用的 还可以一物两用,看风景也行 这个就是沉清镜,加了45度 看天顶位置就不用按高头看了 这种就进阶一点,就是一个 经纬仪式,地平式的牛敦式反射望远镜 它的好处就是,经济实惠, 比同口径的折射镜,经济简单 唯一不好处就是,它要教光组 如果它歪了,对于望远镜不太认识的朋友 就要找一些色的朋友帮忙 还有一样,容易潮湿 它打在镜盖上,水池湿气就会进入镜 要定期拿出来清洗 洗衣中也有些方法 这些镜对于入门级的朋友 都应该可以说是合适的 因为我自己初初用都是用这支 我1982年,我第一支冒运镜就是这支 是朋友300元给我,就是四寸口径 好了,留意,这些只是广告而已 我不是说广告是什么 大口径,过十百千万十万 过十百千万十万 一百万倍,天文望远镜 深太空高清成人学生 儿童,礼物,专业观察 昨天有个朋友问我,想买望远镜 他真的带过广告给我 他说,哇,很厉害 如果一百万倍呢 我跟你说,电子显微镜 人类第一个电子显微镜 发明都是二十万倍 他比电子显微镜更厉害 大家知道 所以大家看到 现在网上充斥这些广告 千万不要看这些 反而信数据 不是说这枝望远镜不好 这枝望远镜是一百一十四毫米 其实不差的 我觉得他不需要说到一百万倍 反而坏了 反而坏了件事 为什么呢 确确确实实说 这枝望远镜 我们要知道它的倍数 有一条 简单的方程式 就是 反射镜的有效倍数 是口径 1.5倍 以什么算 毫米算 即114倍毫米口径的望远镜 反射望远镜 乘以1.5倍 就是最高有效倍数 强调是最高 其实可以再高一点 有效的字 强调是有效 如果是优质的反射镜 都可以去到三倍 都不错 已经是 同样 这个也没那么夸张 这个可能 其实这个也是名牌 这间厂 我所认识它当时 已经是80年代初 是一个美国老牌 的牌子 而我现在用 最大的 是一支 厚镜的望远镜 都是这间牌子 我那支就是14寸厚镜 那 这支是一支折射镜 如果喜欢看星的朋友 那 折射镜也是一个 不错的 选择 它可以看到 我们当然 比我们看到肉眼 更加多细节的 目标 但是这里说 它说到一万倍 我觉得又是有些 言之过甚 但是 在今时今日 这些价钱 你买一座天文望远镜 我都觉得是 比起我们当年 已经是便宜了很多 好了 如果要进阶的朋友 我建议 真的 天文望远镜 因为 我们的目的 目的都是想看得更加清楚 看得更加清楚 但是要看得更加清楚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 光性 所谓的稳定性 刚才以上那些 如果放得太高倍数 事实上 不是真的那么OK的 因为 透气大力一点 说话大声一点 再加上风猛一点 再加上你对焦 那时候 手碰着望远镜 根本是看不到 所以现在 喜欢看声音的朋友 就有 我们叫做有福 为什么呢 因为 大家看到这类 这类的望远镜的设计 其实 已经是属于天文台 都是在用的 因为 这个是一个地平式的 我们的京卫仪式的 系统 也是水平转动 上下转动 但是 关键就是 它有一个这样的控制器 它这个控制器 就可以 控制到你 那支望远镜 会 跟踪到 星星的运行 那就不会 看看 就会离开你的 望远镜的市场里面 如此呢 就 如果 能够经济负担得起 又真的想看声 看得舒服 开心 那就 给多少少钱 买一支 可以说 你买了之后 再不用怎么想的了 起码用了十年八载 这十年八载就可以利用这支镜 享受 美妙的星空 好 更加进阶了 这些呢 就是 除了 除了 我们用来看星之外 就 还可以 映星 我们利用望远镜 拍摄星空 一定要有一座这类 地平式的追踪系统 我们叫做截道仪 它和地平式不同 刚才那种地平式 由于它是属于业余 如果用地平式追踪来拍照 长时间曝光 就没有这类截道式的截道仪 就这么精准 跟踪得 这个呢 因为地平式的座架 它要两族追踪 但是这种呢 就一族追踪 只要将这个截道仪的主族 就是这里 指着北极星 指正北极星 当时的位置之后 它就会做到一个叫做 一些较长时间的追踪的精准效果 那 大家看到这座望远镜 基本上 都在这个系统上 其实已经做到很多的天文观测 那 这一座望远镜 就让大家知道 它是不同 刚才那两种 因为这种呢 就叫做折反射式 就跟牛敦式折射式 是不同的 折反射式的好处呢 就是 口径大 镜筒短 那么 那么 超距长 那么 它就适合 观察这个 行星月球 那么 当然它因为它有相对 比较大的口径 那么 一些 深空的声纹声传 都能 也都可以 透过一些 减焦镜的系统 配合下 都可以做这个 声纹声传的拍摄 一支 我们叫做卡式望远镜 折反射式 另一个名称 叫做卡塞格林加斯米特 就是这块 这块叫斯米特的 非球面保证透镜 再加上卡塞格林式的 护镜 再加上 再加上 透过这个系统 加上后面 光露 都好像普通折射镜 在后面 这样看 用上来 都十分之方便 我近来都是 用这种望远镜 影声多了 因为事实发觉 它做一个好处 它 受风面积少 望远镜的负载 在同等重量下 它是会比较稳定些的 这真的是 是一个卡式望远镜的优点 这类望远镜 用来看行星月球 真的十分之适合 但是一样 始终这么多望远镜来说 就 说真正同等后径 对比 真正的锐利度 比较高 都是首选 折射望远镜 这个 是无可否认的 另外 这种又是一个 地平式的 座架的望远镜 这支望远镜 好像和刚才那支 有点不同 是吧 大家发觉 如果我记得 我上一次 都有说望远镜 跟大家说过 一种望远镜 叫做 马赫苏托夫 它和卡塞格林的分别 其实不大 原理差不多 唯一的不同 就是这块镜 这块就是弯月形的透镜 就和卡塞格林式的 那块施米特透镜 两种不同 就是这个位置上 一个用弯月式 一个用飞球面 同样 中间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卡招形式的系统 但是这个焦点 和卡塞格林又不同 这个副镜的弧度 其实是应用 这个透镜的弧度 有些就不是 但是多数都会是 都是用回这个弯度 作为这个 这个副镜的反射镜的弧度 来做这个 增招的作用 因为这个 原理和卡塞格林式一样 那这个镜头 也不需要做得太长 好 好了 这里呢 就是我在去年 11月 在泥江 原来呢 现在的天文法 有呢 哇 利用今时的电脑技术 就把这些望远镜 放到一些观察环境 十分之好的地方 那放了一些望远镜 人呢 需要不需要去啊 不用的了 就利用 这个 网上遥控技术 然后呢 就放一支望远镜 在那个地方 就 利用 坐在家里 利用电脑来控制 这支望远镜的操作 来 找自己拍摄的目标 那这支呢 就是一支 牛敦式的反射望远镜 那这支是一个日本很 我认得这个镜头呢 就是 日本一间很出著名的 望远镜厂叫做高桥 那这支应该是160厚镜 那这支也是日本高桥的折射望远镜 配上一个国产式的 国产的德式施道益 那大家留意 哇 这支望远镜 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冷 会在镜桶嘴里 就加一个那些发热的烤铁 包住它之后 另一个作用就是 在低温的时候 因为有温差 镜面 会 積了一些露水 那一積了露水 那镜头不可以 所以加了这个发热包 包住镜桶 令那些水器 就不会在那里积聚了 那大家留意 周边的控制系统 都叫做 都挺复杂的 是吧 那这里又是另一支 遥控望远镜 那后面呢 就搭载了一些摄星的CCD系统 那些发热有玩 这些呢 玩到出来的效果 是 几乎去到专业天文台影的 级数的 那当然一定要有一个 好的天气 环境 和气象 气候条件呢 才能够有这些 值得放一些这么贵的 望远镜 这一堆 望远镜 形形色色都有了 这些呢 这个呢 就是唇卡式 这个呢 这个呢 又是刚才那支 又是日本的高桥 同一个牌子 都有几支都是这些牌子来的 这些是高桥的折射镜 也都有一些是国产镜 那用的时候呢 这个遥控天文台 这个盖就会移开 那有没有人管理 当然有啦 下雨的就不会开 你下雨 你不知道他有没有下雨 所以你是开不了的 那这些是大口径的折射望远镜 那 那 那 各有各的 那折射望远镜的好处呢 就是市场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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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尺寸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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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在 那 这 可能 在 我 あの 眼鏡第一個考慮,很多人心理上當然要買一支好鏡 買一支好鏡之後,反而要買一個斜度儀,反而左度右度 買一支好鏡,很貴 因為其實一個漂亮的斜度儀可能比鏡更貴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的目光整個重心放在鏡 而不是一個斜度儀 其實追蹤系統對於整個天文觀察也好,影像也好,或者看也好 斜度儀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器材 兩者的比例都不能相差太遠 像這裏,大家可以看到 有同一款顏色,這一堆是最多的 這裏是同一款顏色 這裏我都在用 這個國產的,我們叫做什麼呢 這裏是同一款性價比比較高 他都不會有那麼多發燒油 用這隻斜度而做遙控天文台 這些可能是外國的產品 會比較貴一些 但是相對有信心 但是相對有信心 都是相對變成非常強化 所以就一定要配上日本高橋 這裏還有一個標 大家要知道 天空的星分開幾多個等級呢? 通常肉眼看到就從一等到六等 而我們的太陽就去到負二十七等 月光就去到滿夜負十三等 火流星最光可以到負二十等 大家可以看流星就留意了 有些流星真的光過月光 會畫在地上照到的影子出來 金星去到負四等 在冬季裏面大家看到南田天空有一顆星很光 那顆就是天狼星 巨型的望遠鏡可以去到負二十三等 正二十三等不是負二十三等 而哈佛望遠鏡可以去到正三十等 為什麼不是最光的星是數字最大 我們看星等就是零等星以上就是負數 零等下來就是正數 正數數字越大 就是星的光度就越暗 時間差不多了 好了 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裏 對了 剛才說的 我臨結束之前 幸好身邊的朋友先提醒我 月球的距離 每年有四十毫米的變化 那究竟是遠了還是近了呢 我告訴你 每年月球離我們 離開我們遠了大約四十毫米 即是說呢 月球會將越來越遠離我們 好像在月球初期形成 最近的時候比現在大三倍 至少都可以去到月球 故此呢 月球 我們要看 要欣賞它 要 早點看 不要這樣早點看 早點去買個望影鏡去欣賞它 不然呢 再大一點望影鏡 遲些會越來越遠 就不會看得那麼真 不過不是現在 至少不知道多少億年之後才看得不到 好 多謝大家 8萬9 3萬8 4萬4 7萬8 4萬8 7萬8 5萬4 5萬4 1萬8 3萬7